繁华认为感情甚至禁不住欺骗的 一旦有欺骗 那就说明感情就出现裂痕了 如果不及时不休 那最后基本就以四百高中了 要想知道你的女人有没有沙坊 可以通过一下记载判断 一起来看看吧 一 沙坊时手不停地在动 都说女人是这回沙坊的动物 当一个女人沙坊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她很多地方来判断 她似乎说的是真的 当一个女人沙坊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的手会在不停地动 因为她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的手应该放在哪里 很多人在撒谎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得出她的手 要么就是在不停地戳自己的衣服 要么就是拿着一个东西 在打挑自己的时间 这种人往往可以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在撒谎 只有撒谎的人才能够做出这种欢迎 所以如果当你的女人在撒谎的时候 也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那你就可以正确地判断出 她是真的撒谎 没有和你说出事情的真相 如果你想判断撒谎的女人都有哪些特征 的话可以点进来看看哟 啊 不敢正对着你 当一个女人真的撒谎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的眼神 根本就不愿意和你正视 而且她也会把她的脸转向别的地方 因为她知道自己在撒谎 所以她们内心深处是会感到害怕的 许多科学家验证 女人都是敏感性的动物 她们往往会在自己做错事的同时 又会因为自己的胆子小 不管去和自己的身边的人说真话 所以只能通过一些讲话 去隐瞒自己所做的事情 如果当你去询问她的时候 她会把目光移到别的地方 从而引发你的注意力 这样就会把你隐瞒着过去 就如同瞒天过海一样 山不停地在做家务 当一个女人真是沙房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比平时更起历很多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沙房 你会觉得她每天在家里像个无视人一样 整天很懒散 甚至连自己的内衣都不愿意去洗 有时整天对你大呼笑叫 但当她有一天沙房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和往常大不相同 她会对你百意百顺 不管你让她做什么事情 她都会去做 而且就算你做错了事情 她也会心平气和地去和你说 但是当一个女人真是沙房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会在家里 不停地打扫卫生 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给做了一遍 同时她还会不停地收拾衣服 你会觉得其实她所收拾的衣服 都已经被她摆放了真正积极 但她还会在不停地收拾 在那女人你就可以明白她的说法 而且在她说谎的同时 你会发现她对你身边的人都非常的客气 和往常真的有所不同 这样就可以使你更明显地发觉她在说法 四 给你做好吃的 很多女人在撒谎的时候 你会觉得她比往常对你很好 因为在往常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总是要求她做一些事情 她根本就不会去理睬你 但是如果当她对你撒谎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会为你做很多美味的食物 如果你问她今天怎么了 是什么日子 她还会面对微笑地对你说 今天什么日子都不是 我只是因为心情好 就想跟你做很多好吃的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能够明白 其实这个女人对你杀了话 因为女人只有在撒谎的时候 通过对别人的好 才能够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 她们往往都会通过很多方法 去讨好自己的男人 让她们冲合信任自己 不会再去追问自己